国内今天新增的冠病康复人数超越了新增确诊数 网民扬言铲除敦马 警方开档调查 另外有媒体声称沙巴明星党主席沙菲毅将和首相谈判 所为何事呢 10月1号的百个大世纪马上带来完整的新闻内容 晚上好 我是景龙 首先来看疫情最新消息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加957宗的冠病确诊病例 全都是本土感染 目前累计3万2505宗病例 活跃病例有1036宗 沙巴新增病例最多有644宗 接着是徐兰娥225宗 槟城23宗 今天也新增加两个感染群 分别来自徐兰娥和槟城 另外无人死亡 康复人数则有972人 康复率达到了68.4% 2020年第十四届第三期 第三次国会下院会议将在明天召开 这一次会议聚焦 国民政府首次提成的抗疫财政预算案 还有议员们针对冠病疫情 对政府进行的质询 卫生部长阿哈巴巴早前也透露 政府将在11月的国会提升 1988年传染病控制 及防范法令修正案 加重违反有关法令的罚款金额 而首相在8月电视直播上 曾经表明支持卫生部的建议 将目前的1000令吉罚款提高2到3倍 而加重罚款必须带上国会修法 才能够执行 另外环境及水务部长端伊布拉辛 也曾经在10月13号透露 部门将在本次国会修正 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 建议将原本50万令吉的罚款 提高到1000万令吉 严惩环境污染罪犯 这一次的国会除了聚焦疫情 慕尤丁所领导的国盟政府支持度 也可能再度面临考验 根据国会议程表 64项动议当中 就有25项动议是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想要了解更多国会的提示消息 欢迎留守百格 我们会时刻为你跟进 首相慕尤丁昨天在冠病疫情线上 记者会上表明 除非援引联邦宪法第150条文 来宣布沙拉越和沙巴三角石 进入紧急状态 才有可能将沙选和三角石国旗不选 展延到疫情之后进行 对此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发文告指出 首相应该停止将自己的政治生存放在首位 而应该着重在团结人民共同对抗第三波疫情 他说 国家元首已经拒绝颁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请求 没有一定须遵从预令 而不应该试图证明紧急状态的需要性 而且似乎并没有放弃 以在未来再提出类似的请求 资深报人卡迪也辛则指出 首相昨天在提出紧急状态 显得后者在殊死挣扎 他对三角石不选和沙拉越州选举 可能导致疫情再度爆发的担忧不知可否 认为尽管三角石不选是势在必行的 但风险低于9月举行的沙巴州选举 至于沙拉越 他则认为目前不急于解散州议会 因为举行州选举的期限是明年8月7号届时疫情可能已经受控 马来西亚前风报引述消息指出 沙巴明星党主席沙菲毅将和首相慕友丁谈判以支持慕友丁政权 消息指明星党只有在巫统不再支持国盟的情况之下才会支持慕友丁 而明星党准备取代巫统的位置以组织团结政府 如果巫统撤回了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明星党就会在最短时间之内 撮合慕友丁和前首相敦马以及沙菲毅三人会面 根据报道 除了明星党其他将和慕友丁合作的政党 包括了行动党、祖国斗士党和沙蒙 前首相马哈迪的屠杀论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一名声称是前法国特种部队队员的法国男子 在敦马的脸书上动言将成立一个小组铲除马哈迪 针对此事 全国总警长阿杜哈密指出 任何包含刑事威胁的行为或言语都会受到警方的调查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506刑事恐吓条文开档调查此事 另一方面 敦马这一篇屠杀论贴文也被推特脸书质疑 由美化暴力之险而遭到撤下 为此他曾经在部落格撰文解释 自己的贴文遭人断章取义 马大今天针对马大新青年日前在脸书发表 国家元首不该干预国家事务为题的贴文与谴责 并表明将会调查此事 对此行动党社青团总秘书郑洪杰 对马大校方的举动表示失望 敦促校方应该捍卫马大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 他认为 校方全面彻查学生的举措 变相在打压学生 试图在硝烟散播白色恐怖 钳制学生的批判思考 另外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建南表示 各方应该尊重马大新青年学术言论自由 即使意见不同也无需乱扣帽子 吴建南说 各方可以反驳或交流 但无需动辄扣上 对最高元首无力或轻火箭等不相关的帽子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